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午深圳红十字会就传来消息 到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深圳红十字会已经收到了来自个人的捐款117笔 那么其中还产生了第一笔10万元的捐款 今天下午四点钟 深圳平乐古商科医院将一张人民币10万元的支票交到深圳红十字会 平乐古商科医院副院长陈便生表示 深圳市民与台湾同胞血浓于水 希望这笔善款能为台湾受灾同胞提供粮食及医疗等物资 昨天我们看到了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节目 播出了台湾遭受台风这种袭击画面以后 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 我们对台湾同胞的这种损失感到非常的伤心 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 50年来灾情最重的台湾巴巴台风水灾已经进入第六天 伤亡损失数字仍在网上攀升 深圳红十字会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加入到爱心救灾募捐活动 帮助台湾灾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今天上午呢就共有三十七笔打进来 基本上全部都是市民的个人的捐款 捐款账号是337-010-100-1000-70215 户名为深圳市红十字会 开户行是星夜银行深圳分行 为了确保能收到爱心善款 深圳红十字会提醒大家 汇款时请一定注明是给台湾受灾同胞的捐款 还有呢为了支援台湾同胞 抗洪就在直播稿台携手新浪网 深圳红十字会发起的 秦签台湾爱心募捐活动 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收到了一百一十七笔善款 捐款金额为十九万五千八百七十五块五 我们非常感谢爱心观众和企业的踊跃参与 那现在呢仍然有不少观众打来电话询问捐款的方式 那我们的爱心捐赠账号是 337-010-100-1000-70215 户名为深圳市红十字会 开户行是新业银行深圳分行 那为了确保能够收到您的爱心善款 汇款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明给台湾受灾同胞捐款 另外就是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呢 直播稿台节目也是专门开通了一百步爱心募捐热线 电话号码是0755-333-11686 那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咨询募捐的详细情况 我们呼吁更多的市民为台湾受灾同胞奉献一份 应该 感谢观看